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黄金博物园区位于金瓜石山城里 拥有丰富的历史人文和自然资产 是台湾首座以生态博物馆为理念 所打造而成的博物园区 黄金博物馆将金瓜石地区 珍贵的自然 矿业遗址 景观特色 历史记忆 以及人文资产 做一个完整的保存 述说金瓜石的矿业历史文化 让现代人也能够体验金瓜石 昔日的繁荣光彩 阿光啊 你动作快点啊 我们要收工嘛啦 你在滚滚碎碎在干嘛 我没有啊 你你你你你居然偷藏金矿 我 哎呦 反正这个金空这么大 不拿 白不拿 也不会有人发现啊 不是啦 阿光 等一下 我们出去的时候 还要收身检查呢 收身检查呢 哎呦 放心啦 不会这么严格的啦 西瓜哥哥 你错了 当时矿根检查矿工是非常严格的 只要发现你偷黄金的时候 它的处罚是非常严重的 没有啦 没有啦 你看 你看 其实啊 这个是巧克力 巧克力 好了 不要再闹了 难得来到金瓜石 我们就好好参观一下 我们黄金博物园区吧 哇 好 嗯 西瓜哥哥 非常欢迎来到 我们黄金博物园区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这个就是生活美学体验坊 那这生活美学体验坊呢 在我们台湾目前是 少数保留一些特殊的日式建筑这样子 那我们就保留它的原貌 然后就是改建为现在这个生活美学 然后让你们进去里面做个体验这样 哎 那我觉得很特别 为什么园区当中啊 会有这个日式的建筑呢 因为这早期它是有一个 日本矿业族事会社 那是给他们的高级职员所居住 所以金瓜石这边就有留下一些 日式的宿舍群 原来如此 这边呢就是日治时期的员工宿舍啊 虽然呢这个是员工宿舍呢 可是呢他们这边呢 以前叫做四连洞 四连洞呢就是四户连在一起 而且他们呢有各自的玄关啊 厨房啊 厕所啊 浴室 虽然是宿舍 可是呢还蛮高级的对不对 嗯 对 那像这边是什么地方啊 这个地方就是座夫 那座夫就是我们就是现在的客厅 西瓜哥有发现 他们的走廊也好宽敞喔 不愧是高级的员工宿舍喔 对啊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空间 它叫做女中室 那这女中室在白天呢 它是走道 那晚上呢门关起来 就是给用人睡觉的地方 我发现呢 这边呢有很多的房间呢 各自呢都有不同的生活机能呢 而且使用起来呢 也会很弹性喔 再啊 我也有发现呢 就是这里的它的建材呢 都是使用像是一些 比如说木头啊 竹子啊 泥土啊 跟外面的这个庭园呢 感觉呢 整个都融合在一起了耶 对啊 所以我们才希望开放这个空间呢 让大家感受到四联洞的建筑跟历史之美 然后进来欣赏这边生活美学体验坊喔 草莓姐姐 欢迎来到我们黄金博物馆 那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台北县现立古蹟 现定的古蹟太子宾馆 哦 这就是传说中的太子宾馆咯 老师 那太子宾馆是哪一位太子住的啊 哦 在日治时期 那大正邻间的时候的太子 称为御人太子 那当时有到我们那个台湾来做一个视察 哦 那当时就是为了给他修行的一个行馆 哇 他修行的行馆 看起来很高级对不对 哦 是的 它的建筑是以宴行室的方式来做一个设计 那它也是以大量的块木来做一个构造 那当然里面当然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一个场景 后方的时候还有一些欧式的一个休闲建筑 所以还可以当为一个度假的一个地方 建造的时间点在1922年的时候 1922年 真的有一段历史咧 而且老师 我看这里啊 真的很像我在电影里面看过那种 日式传统典型的高级住宅对不对 是的 这是一个传统式的日式住宅 老师 不过我一直有个疑问 既然这边是日式高级建筑 为什么它不直接在家里面开一条马路 这样比较方便啊 要用这种碎石子路啊 你不要小看这个碎石子路 它的功能它可以绑小偷 绑小偷 我知道了 因为我们要是这样走走走 就会有咔啦咔的声音 就会有人知道有小偷进来的对不对 是的 那当时包括忍者在上面 都会有声音的 哇 忍者耶 七宝哥哥 这里就是我们的黄金博物馆 那这个黄金博物馆呢 就是由早期的台湾金属矿业公司的办公室 所整建而成的喔 原来是这样的啊 而且啊 我看到你们后面这个墙呢 我觉得你们漆得好漂亮喔 金光闪闪的耶 这可都是真的金箔喔 是真的金箔 还蛮特别的耶 那像我们博物馆呢 它总共有分一到三层楼 那一楼呢就有一些主题特展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金瓜石的黄金发现之旅喔 好 好 那我们赶快过去喔 走吧 走 金瓜石呢 台金的时期呢 大致分为大航海时代 清零时期 日时期到民国时期的 台金公司结束营业 总共分为四个时期喔 西瓜哥哥 你知道为什么 金瓜石叫金瓜石吗 嗯 因为挖出来的黄金 像西瓜一样大吗 不是耶 是因为之前 在我们这边的本山 在它的山头呢 有露出一块很大块的黄金 那由于那块金块 它长得很像南瓜 那我知道了 因为呢 南瓜的台语呢 叫做金龟 所以真的是叫做金瓜石 对不对 对 没错 那因为露天开始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 那块大金块了喔 这个呢 就是本山坑道的模型 对不对 对啊 像我们这边呢 金瓜石的坑道呢 总共有分一到九个坑喔 那它是从山顶呢 一直延伸到海平面的底下 那它里面呢 全部都是坑坑相连 那它的总长总共有六百多公里 这么长喔 哇 这么长啊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吗 这个啊 可是从山顶连接到海底的喔 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早期的采矿流程 从一开始的爆破着洞 到后面的采集矿石 都可以在这边看到完整的介绍 那这就是我们的坑外运输系统 那从最早的用马拉车的车头 一直到垫车头 一直到在吃柴油的柴油车头喔 那像我们看到的 架空锁道 无极锁道 还有斜坡锁道 都是专门运送矿石的喔 而且呢 我看到这照片上面呢 这个车子里面 就像小火车一样还可以载人喔 这一个人在干嘛啊 这是我们这边 私人练金的模拟场景喔 私人练金 也就是说他自己偷偷偷黄金 回去练啊 对啊 当时因为有些人啊 他比较想要发财跟致富 那所以就会自己 偷偷跑到矿坑里面挖金煞 或是金矿 回去做练金的动作喔 而且啊 我知道啊 通常他们这样子呢 就叫做算回呀 对不对 对 那时候金瓜石呢 有叫算回呀或是三老鼠的偷金客 他们自己会跑到坑道里面 偷金杀或是金块 然后回去做练金的动作喔 那他们这样子也练得出黄金吗 是可以的 但是因为他的沙金杂质比较多 所以练出来的黄金 就会比较粗糙一点喔 原来是这样子啊 我觉得这个场景真的模拟得很逼真耶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蒙金的战斧云 那当时呢 日本人呢利用抓到的战斧 帮他们在坑道里面 从事采矿的工作 那配给他们的粮食呢 及资源其实都是非常的缺乏的 那但是呢 他们又得在这个设施 40度的本山六坑里面工作 其实是相当的辛苦的 那这里呢 我们就是为了纪念他们 曾经存在金瓜石的历史 而设的一个展场喔 嗯 其实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啊 成年片段的还原 更可以呢 让我们了解到 金瓜石的采矿的历史呢 还有它一些采矿炼金的过程喔 草莓姐姐 这里是黄金博物馆的二楼 那是以黄金为主题 那我们现在有这些的 一个艺术品的一个展示 哇 老师 那这里面所有的艺术品 还有这些容器 上面都有金光神神的黄金了 那是当然的 那是当然的 老师 那这一大箱的是 这一箱黄金是早期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办价装的时候 所用的这些的黄金 哇 好大的金针喔 这一块黄金啊 就是我们黄金博物馆区的镇馆之宝 重达220.3公斤 哇 这么大的金针 同学们 你们可以要注意看了 这可是传说中2004年金市记录的 99.9成绩的大金块 老师 这么大的金针 我可以摸摸看吗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 可以让你带来好运 哇 真的很棒耶 老师 这么大的金针是哪里来的啊 这个是我们跟黄金博物园区 跟中央银行借了很多的金条 那后来委托中央制币厂来铸造 那当时铸造的时候怕失败 就用了连续有三次的铜 来做一个实验 后来终于成功地铸造这一块大金针 哇 老师 那这么大又这么重的黄金 一定很值钱咯 这块黄金大概有220.3公斤 那合我们等于我们那个 7760盎司 那一盎司目前的牌价是 27118元 所以这样子算起来的话 这块黄金应该 目前的市价来讲 大概有2亿1000万左右 2亿 老师的意思是说 这2亿就在我们面前吗 是的 这块黄金价值2亿1000万以上 看来我可要多摸它几下了 老师 那这么大的金钻 怕会不会被别人偷走啊 目前我们还是有保全的设施 所以在这边特别提示各位 这边有个告示牌 网路摄影直播中 当然我们的安全硕是会做得很好 所以意思是 这边有很多双眼睛在看着你了 那是当然要做的 老师 可是像是这样光摸摸的 都不能带点什么走 好像有点空虚耶 当然可以啊 我们等一下我们到三楼去 我们让各位能够洗黄金带回家 洗黄金带回家 是的 那我们赶快走 好 这边 老师 你不是说要带我去找黄金 黄金在哪里 这是我们园区的掏金体验区 那天下没有白拿的黄金 你要掏多少黄金 你要都自己掏 要自己掏喔 那掏多少都算我的咯 你能够掏多少的话 黄金博硬 园区都让你带回家 老师 那我们赶快来掏黄金 好 那我们掏金的程序 有三个步骤 来 我们现在就开始 好 这三个步骤里面 包括第一个步骤 我们会做一个搅拌的一个动作 我们装点水 之后我们用一根手指头 但是有个技巧 这根手指头的指尖 必须碰到盘底 为什么要碰到盘底啊 那黄金的比重 大概有19.3左右 比这种比较重的物质 它会怎么样 沉淀在底部 对 等一下我们在做筛选的时候 很容易就留在盘底上 你带回家 所以一定要给它用力搅一搅 是的 这样好像在泡牛奶喔 老师 老师 那接下来呢 搅拌完毕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两根手指头 贴着盘圆 将水倒出来 就像泡面把它弄成干面一样嘛 好 装了水之后 我们可以做一个旋转 老师 你的技术看起来很好耶 我怎么觉得我整个人都在转啊 你多烤几次你就会很熟悉了 放在水面底下 直接做这样旋转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 这样子 老师 我的黄金 会不会转掉啦 不会 你有没有看到 很多亮晶晶的物质 都已经呈现出来了 老师 我看你好像套的也 没有剩什么了耶 好 大概我们就剩余 10块钱铜板这么大小 真的吗 好 好 老师 真的有耶 好 接住你喔 好 你看你的这么干净 可以用水压的力量 我的金子真的不会掉吗 有了… 亮晶晶的黄金出现了 老师 这样就可以了吗 可以 那我们赶快把它装到瓶子 让你带回家了 好耶 老师很贴心耶 还准备了一个小瓶子 要剥干净喔 杀金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 不过它聚集多的时候 我们就很容易可以从瓶子上面 看得出来 好了 来 我们来做一个换水的动作 首先我们将水龙头 水流不要开太大 好 一点点就好了 是的 好 来 我们直接就可以做一个换水 做一个冲洗 老师 为什么要这样子 就是可以把里面的水冲出来 但是它的水流的力道 不至于把里面的黄菌把它冲出来 好 摇一摇 你会发觉因为它的比重比较重 它会沉淀在这个盘底 下面就有一层黄层 真的有耶 这里就是我们的房间 我们掏到了 这是纯金喔 纯金耶 一定要好好留着才行 是的 谢谢老师 因为你难得来 那我掏洗到的这一瓶 我也送给你 真的吗 是的 怎么好意思 谢谢老师 好 这个掏金体验区真是太有趣了 不但可以掏砂金 还可以把掏到的砂金 用小瓶子装起来带回家耶 妈 我带了一瓶回去孝敬你啦 Yeah 金瓜石哥 常美姐姐 我们刚刚已经进了黄金博物馆 那现在让我们进环境馆 更了解金瓜石的生态特色 还有地质文化喔 好 赶快走 赶快走 这里真的有介绍很多 金瓜石的植物生态喔 对啊 像比较有名的就是这个 金瓜石蒜 金瓜石蒜 漂亮喔 这边有好多各式各样的矿石耶 真的耶 对啊 没错 这就是我们金瓜石 它地质本身比较特殊 那像这个黄铁矿 它又叫做鱼人金 因为很多人挖到它 都有自己挖到了黄金喔 哇 这些小模型 真的呈现了金瓜石 以前居住分布的样子耶 欸 老师 为什么这个屋顶跟别人不一样啊 对啊 以前的旧建筑 都是用这种油毛沾了屋顶 因为金瓜石在那边常常下雨 那这个屋顶可以防水喔 哦 刚刚两位已经体验完 我们黄金柏园区 最后我们带各位进入我们的 本山五坑的坑道体验 让两位能够更了解我们园区里面 坑道里面的一个作业情况 嗯 太好了 那我想要请问一下 在进入这个坑道之前呢 有没有什么禁忌需要遵守呢 最主要不能提到蛇 为什么不可以提到蛇啊 因为蛇 提到蛇的话 对于矿工来讲 会有一种虎头蛇尾的一种感觉 所以怕踩不到矿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提到蛇 原来如此 进矿坑之前 依照我们矿坑的安全法的规定 可能要麻烦两位跟我做一个简单的宣誓 所以麻烦两位手借我一下来 我念一句 两位要跟着念一句哦 我们要有精神 好 全程头戴安全帽 全程头戴安全帽 展示品手不碰到 展示品手不碰到 轻声细语导览听得到 轻声细语导览听得到 地面湿滑小心走入坑道 地面湿滑小心走入坑道 谢谢两位 示发给两位我们的派工卡 为什么要有这个派工卡 当年我们要有这张卡片 才可以进矿坑 进了矿坑之后 两位的上班时间 直接就登记在这上面 所以下个月领薪水就是靠这张 太好了 要钱了 这个是模拟的 所以两位不要真的拿这张来领薪水 我懂了 好 那我们也要上工了 好 上工 快出发 这是轻便车道 西瓜哥哥 这台轻便车已经装满金矿了 好 那我们现在要准备进入坑道了 走走走 本山五坑是为了实现 我们黄金博物园区 成为一个生态博物园区的一个理念 所以我们重新整理过之后 像我们前半段的这个距离 大概有70公尺 这是我们本山五坑的主要坑道 那之后 我们有再另外开取了一段坑道 就是让各位来做一个参观 老师 可是为什么外面还很热 一进这个坑道就变得很冷 你讲到重点了 本山五坑它全年的温度 平均保持在18度C左右 所以里面是非常凉宽的 一段比较有坡道 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 真的耶 辛苦了 我们玩去去的对不对 对啊 上坡要小心 西瓜哥哥 这样子温温去去的 还有上坡下坡的 好像真的在坑道里面一样 真的耶 老师 这一条亮晶晶的东西是什么 恭喜你 西瓜哥哥 你终于发现了我们的金矿麦 哇 太好了 原来啊 金矿麦就是长这个样子 对不对 是的 哇 漂亮耶 真的耶 老师 现在这边呢 有一些蜡像呢 在模拟这些矿工工作的情形 对不对 是的 这个蜡像是模拟当时在我们做一个 砖口埋涉炸药的工作 那老师 为什么我进了矿坑以后 我发现都没有女矿工耶 矿坑里面的工作比较辛苦 所以渐渐的那女矿工就会减少 西瓜哥哥 草莓姐姐 你有没有看到地上的这一盏灯 有啊 有啊 我有看到 我觉得造型还蛮特别的耶 这是我们矿工的一个黄火灯 老师 西瓜哥哥 我看那个矿工手上的便当 看得我肚子都饿了啦 好饿哦 我不怕 我也有一点耶 那我们可以帮你们准备了矿工便当 我们一起来享用吗 还有矿工便当 太好了 哇 我的排骨比你大快 来到黄金博物馆园区 不但体验到矿工的生活 还引领着我们追溯金瓜石历史的金河 黄金博物馆呈现的 不只是黄金世俗上的价值 更让我们看到了 在这百年中金瓜石不雄的 黄金传奇 大家好 我是玩熊哥哥 如果你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赶快按下订阅键 那你还想要看到更多精彩的影片吗 也可以看这里哦